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行把他拖入了地下室 自己则当着儿子的面上吊自尽 不久后儿子也神秘失踪 现在他老了 瘫痪的他也时日无多 一直照顾他的是曾经的学生小美 为了让老师高兴 小美叫来了当年的同学为老师庆生 嗜好 恩英和好名 达峰 朱小妹 小顺和害羞男小圆都来了 大家表面在恭喜老师 但是心里却藏着极大的恨意 嗜好最先沉不住气了 他像发疯一样指责着老师 原来由于家境贫寒 嗜好和恩英被嘲笑 送的礼物太过廉价 运动近将达峰 因为受到了老师的体罚 导致腿部落下了残疾 小顺由于肥胖 受到了老师的嘲笑 导致对整容和媒体走火入魔 郑元因为受到老师的责骂 母亲在赶来学校的途中遭遇了车祸 帅气的浩鸣被老师当作儿子的替身 变态的宠爱并且骚扰着他 聚会不欢而散 郁闷的嗜好无处发泄 一个人到海边散步 却遇到了带着凸面具变态的袭击 恩英回到房间后 却被变态绑进了地下室 受虐致死 达峰也被变态绑了起来 用蚂蚁钻进耳朵 然后乱棍打死 睡梦中被惊醒的小美走进了地下室 于是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 于是大声呼救起来 浩鸣闻声赶了过来 小顺趁机把地下室的门锁死 想要对老师复仇 他将老师推到了悬崖边 关键时刻 逃出地下室的小美救了老师 而小顺却不小心掉下了悬崖 本以为安全的两人刚放松警惕 浩鸣却趁机打晕了小美 准备动手了结他 他对老师的仇恨已经甚至入骨 关键时刻 变态挺身而出 与他撕打起来 浩鸣刺中了变态的颈部 变态则捅下了浩鸣的眼睛 将其杀死 随后 他当着老师的面 将面具摘了下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证员搞的鬼 他也慢慢地倒在了血泊中 在医院 在昏迷的老师病床前 小美向警察讲了上面的故事 警察听完小美的诉说 立马上前捉拿证员 房间里只有一名陈年女士 并且这里 根本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家 在屋里的墙上 警察发现 不管是浩鸣 恩英 嗜好 小顺还是达风 都是社会上 有头有脸的人物 而小美是最没有出息的一个 小美把自身的悲剧 和遭受过不公平的待遇 放到了每一个人身上 并且编出来一个故事 贫穷的是她 腿伤的是她 减肥整容的也是她 证员也是小美虚构出来的 她自己就是这起惨案的制造者 于是在聚会上 她在事物里下了毒 毒死了这些 老师引以为傲的学生们 地下室里的景象 只不过是用来 迷惑警察的手段 故事的最后 小美把老师带到了海边 向老师倾诉起了 内心的委屈与仇恨 然后纵身跳入大海 轮椅上的老师悲痛不已 也跟着跳了海 有人说老师自作自受 也有人说小美罪不可赦 一千个人心里 有一千种 关于自己曾经 或现在老师的印象 是悲是喜 是爱是恨 明目张胆地说 还是鬼鬼祟祟的藏 都在片尾曲的黑色字幕里 得到一颗 无需压抑的解放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老师的恩惠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